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地产经济Ronda 今天是2022年的7月27号 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目前市场上的五大认知的错误 第一个认知错误 六月份的房地产数据显示 比年初降了腰载 降了40%以上 这个大家明确 这个不是价格的腰载 而是交易量的腰载 这是第一 第二个 房价跌了 现在可以到处简陋 答案错 现在房价虽然跌了 但是租房市场非常火热 租金正在不停的上涨 所以卖家是不愿意拿出来便宜卖的 作为买家 还是抱着简陋的心态 那这就是 不是很容易能到简陋 第三 多伦多北部独立屋市场 很多媒体预测会降 降20%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不大可能会发生 因为呢 年初跟年初比已经降了10%到15了 这些地区 而且跟去年同期比呢 还是有上涨 所以即使央行继续加息 也不会 做降20%这样 第四个误区 现在的文化完全不能碰 有钱的只能买二手房 这要看 有的开发商 有些比较好的这个政策优惠项目 比如说5% 10%优惠的 10%定金支付的 这样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考虑 没有问题 第五个误区 客人如果有100万的现金 继续等待 持币观望 等到拐点的到来 错 为什么 因为拐点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能来 第二个 如果你现在不去积极的准备 看房 了解市场 到拐点 或者即将来临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再 抢先一步 买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物业 所以以上5点 是目前来说 很多人的认知上的一个误区 希望这次视频能给大家 有一些帮助 谢谢大家